每年坐等各家手机品牌发布旗舰新机时 一是期待他们带来的影像作品 另一个期待就是他们在外观与使用体验上的小巧思了 如果说这个2024在等了足足9个月后 你没什么手机会让你眼前一亮 那你绝对要给Vivo X200 Pro一点时间了 了解一下它这次都带来了哪些非凡体验 熟悉的方正盒子 经典的清水壳 随机器附带一套A2C的90瓦充电器 带壳使用也没有丝毫的坠手感 但裸机体验我只想讲一句巴斯的恨 纯粹的泰色金属设计磨砂质感的AG玻璃 让Vivo X200 Pro看起来干净又整洁 镜头有凸起但不显夸张 金属装饰圈与镜头的搭配 使其在设计上自带一种相机的专业感 内置三颗镜头搭配标志性的蔡司小蓝标 让你对它的影像能力就有了相机级的期待 那它的表现具体怎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三颗镜头中 在主摄上使用了蓝图与索尼联合定义的LYT818 带来了拍照笔尖一英寸 视频超越一英寸的影像体验 天玑9400与蓝图影像芯片V3加双芯协同 让你哪怕是在逆光下拍摄4K视频也十分清晰 你可以用它拍摄4K120帧的电影慢动作 以及4K60帧的杜比视界 而且用X200 Pro拍摄视频时 自带AI美颜算法 用它给小姐姐拍视频真的是清晰自然还好看 让被拍的人完全没有出片压力 还很开心 在拍照上 X200 Pro这次使用了22纳米支撑工艺 F1.57大光圈 奥扰同款的蔡司剃度模技术 全新首发的深吸收蓝玻璃以及大幅提升了HDR规格 光说参数可能没有实感 这是我用Vivo X200 Pro在强逆光下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到哪怕是完全背着太阳进行拍照 也没有明显的鬼影 剑刷的噪点也得到了有效的压制 整个画面在有效还原了当时色彩的同时 色调讨喜有质感 不管是长焦还是短焦都表现出色 当我用拍照界面的0.6到10倍这5个焦段去分别进行拍摄时 不管哪个焦段都完美hold住了这一次强逆光下对风景的记录 即使是到了最难出片的夜晚 在路灯车灯等光源复杂的环境 Vivo X200 Pro也依然扛起了朋友圈9图 每一图都精彩的重任 那说到了Ultra般的拍照体验 除了主摄 最让人难以忽略的就是X200 Pro的Ultra同款灭霸 蔡司2亿APO超级长焦了 最高20倍的长焦微距拍摄 高达2亿像素的传感器配置 和高通透的影视级玻璃镜片 让选择带着X200 Pro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 自带了抢前排神器 不过朋友们想在当期内找到合适的演唱会拍摄 真的太难了 但带大家第一视角感受下它的长焦实力 找个lip house还是完全OK的 完全封闭的场馆配合着复杂的舞台灯光 拥挤的现场搭配着你听开心了还要晃两下手机 这种情况下拍摄 不仅对手机的画质要求是低于难度 对于防抖的考验也是极大的 但这可难不倒X200 Pro 只要开启专属的舞台模式 就算你站在场馆的最后排 依然能清楚地拍清舞台上的乐手 经常拍演出的小伙伴肯定知道 暗光加长焦很大概率会触发手机的慢快门模式 这对于手机的防抖也是一大考验 而且快门速度慢了 乐手大幅度的身体晃动就很容易拍糊 实测表现来看 X200 Pro把画面生动地记录下来 放大后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 乐手具体到手指上的细节 这个能力可以说是非常恐怖了 那这颗长焦除了拍舞台清晰 对人像的拍摄和运动场景也是轻松拿捏 除了传统的85毫米焦段人像拍摄 Vivo X200 Pro还带来了135毫米长焦人像 补齐了人像拍摄的全焦段 而且用长焦给小姐姐拍照有难以代替的优点 环境上自带出色的空间透视感和画面压缩感 让照片氛围更纯净 虚化更唯美 让人与环境更和谐地融为一体 新增的135毫米人像焦段 不仅拍图美 拍图还很稳 Vivo X200 Pro为人像模式全新研发 双串流运动算法 在保证画质清晰无损的基础上 提升4到6档快门 为用户提供出片更快 追焦更稳 拍运动瞬间虚化更自然的拍照体验 让你真正实现零眼时纪录外出游玩时的零动瞬间 结合人像模式中的美化和虚化功能 只需一键拍摄 即可轻松捕捉每一个动人瞬间 可出去游山玩水 拍人只是一部分 不对美好的风景 咔嚓个白十来张 总是不尽兴的 这一次X200 Pro还全新推出了风光模式 让你可以一键出片 拍出大师级风光 在风光模式下 不仅夜景月亮星空效果都默认生效 让你一键兼顾多种模式 还全新设计了氛围柔和等氛围风格 让你的照片具有多种影像魅力 优秀的影像能力 只是X200 Pro吸引人的一部分 专业的硬件实力 才是奠定它旗舰体验的基础 在保证了长效体验的基础上 进阶版硬件加速光线追踪技术 优化游戏光影效果 全球首发暗区突围90帧 全场景光追体验 让爱玩游戏的你 时刻享受最优的游戏体验 以及搭载了自研的功力级无网通信 在全球首科4纳米工艺 短距离通信芯片的加持下 得到了更大的性能提升 即使在没有网 没有信号的地方 也能通过蓝牙连接 可实现两公里内的 一对一语音文字对象 以及四公里内的SOS文字广播 实现了远超有商的 功力级无网通信 续航也是旗舰最大 6000毫安时超大容量 搭配90瓦超快闪充 可实现连网待机11天的超长续航 简直是手机续航里的天花板 Vivo X200 Pro还使用了半固态电池技术 即使是在-20度的低温环境下 也能持久续航 不仅硬件优秀 Vivo X200 Pro的软件体验 也再次迎来了进化 全新一代Oranger OS5 带来了更懂中国人的AI设计 先是对备受用户喜爱的 原子导进行了升级 想做什么一触即答 像什么任务进展提醒 播放音乐等功能 那是一应俱全 甚至你还可以在复制地址后 直接快速跳转到地图服务 如此方便的智能AI 我还是第一次使用 不仅在生活里贴心好用 Oranger OS5还是设出门最方便的打工助手 让人头疼的工作总结交给他 不想自己动脑的朋友圈文案交给他 甚至他还能来帮你订餐厅 不是打开软件在线订做这么简单 在之后更新的版本下 他可以实现直接靠AI语音和餐厅对话 帮你提前订好网红餐厅 只需敲几个字就省去了打电话的时间 不仅高效还是多少涉恐人士的福音 吸引人眼球的长焦拍摄 方方面面都优秀的影像体验 简洁纯净的外观设计 Vivo X200 Pro还不只是影像上的旗舰 它的综合体验也很全面 X200 Pro让我在整个使用过程中 愿意把生活和工作里的所有瞬间 用它记录 用它解决 这或许就是一台手机在我们生活中最顶配的意义了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如果最近有换机的想法 Vivo X200 Pro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